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组织行为 各位同学好 我们讲的是第十五讲有关权力与政治 那么今天同样很高兴 邀请到谢教授跟我共同来主讲 那么这个部分 那么首先先请谢教授来讲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谢谢 好 这个权力与政治 我们现在探讨它权力的这个权变因素 这个权力的这个来源 还有这个权力对他人的影响 它这个权变因素里面 第一个是可取代性 再来是这个中心性 再来是这个自由的裁决性 还有它的这个可见性 首先来看看这个增加不可取代性 这个增加控制资源的这个取得的这个途径 我们这个举个例子 这个医生 控制这个特定的这个音疗程序的执行 它有一定的这个权利 还有工会 它掌控了这个产业中这个关键工作的这个人力 就是这些关键工作的人 如果这个不参与工作的话 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行下去 再来是这个专家具备这个操作或修复设备的这个知识 你就是说这个专家不在的话 这些这个设备就没办法修复 所以这些都是不可取代性的这个人 然后区隔出这个与其他替代资源的这个差异 还有这个顾问公司提供的这个服务 那来看看这个中心性的这个影响力 这个权利拥有者与其他人之间 这个相互依赖的这个本质与程度 会有多少人会被影响 这个影响的效果显现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个权利的中心性是指 你影响了这个多少人 或你可以多快地影响其他人 也就是说这个在权利的中心性里面 假设这个工作中没有你的存在 其他的这个同事 有没有办法继续的运作 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 开飞机的这个机师 如果这个机师今天生病了不来上班 整台飞机就没办法起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中心性 他们讨论到这个建构社会网路的这个权利 藉由累积于许多人的各项社会关系 以完成这个个人的这个目标 透过这些方式 社会资本是运用这个重要资源来联合他人 而成为这个持续的这个人际网路 就是有些人 他拥有很多的这个社会资源 很多这个社会的人际网路 他可以这个利用他的这个资源来这个建构这个社会网路的这个权利 那这个众人通常属于这个参照权 人们更倾向这个借由他们自己的这个人际网路 这个中的这个伙伴来这个识别他的这个地位 他的可见度来获取这个增加的这个权利 现在谈到我们这个如何这个影响他人 影响指的是这个企图转变他人态度或行为的这个任何一种这个行为 运用一个或多个权利的基础 透过人们达成组织各项目标的这个程序 可能向上操作或向下操作 或是跨越组织的这个阶层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静默式的权威 在这个无公开影响下遵循要求 立基于这个法定权或这个角色的这个塑造 或是在高权利距离文化中 这个非常的这个普遍 所谓静默式权威就是说 他知道自己现在在这个组织中的这个角色定位 你不用去提醒他 他就自己会做 例如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秘书 你不用每天重复叫他做相同的事 他早上第一件事该做什么 做完第一件事 下一件事要做什么 他都很清楚 所以你不用耳提面命 这就是静默式权威 独断是这个积极运用法定权或是这个惩罚权 透过这个促使注意 对照 查核 这个威胁这些方式的施展 来完成这个独断 通常这个独断就是这个 每天这个告诉你 哪些事情你必须去做好 告诉你你的义务 你的权利在哪里 每天是这样耳皮面命的 这个甚至有时候是威胁的口吻 让你去这个做好你的工作 这种属于这个独断 再探讨这个资讯控制 它是操纵他人接近或这个 获得资讯的这个机会 或是限制过滤 重新整理这个资讯 这是他这个对资讯的这个掌控 很严格 这个组织中要完成目标 必须透过这个他手中的资讯 才能完成 现在讨论这个结盟组合 这个团队的这个行程 可以获得这个 叫个人单独所获得的这个权利更强 这个团结力量大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首先他有一个共有资源的这个权利 再来是这个使议题的这个合法化 就是说当这个多人认同的这个议题 大家会比较幸福比较认同 那透过这个社会认同来获得 或行使这个权利 一样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以多数人的意见 来让大家这个认同 就是今天有一项法案 是这个组织中 80%的人认同 这个法案就比较容易去通过 在探讨这个向上诉求 这个就是诉诸于这个更高的这个权威 诉诸于这个公司的这个目的 或是与高层主管 非正式支持的这个认知正式这个结合 这就是我们常常这个听到的 我相信这个法案 这个主管也会认同我的 类似这一类的话语 像这个小孩子 常常说 老师也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 类似这种这个情况 就是所谓的向上诉求 这个在我们探讨这个巴结讨好的这个印象管理 巴结讨好是属于增加与这个预影响对象的这个相似性 或阿语或中故 这个告知对方 这个印象管理 就是积极塑造自己的这个公众形象 是人们在这个工作场合 所试图领先时常用的这个策略 这个巴结讨好就是这个 常常这个借由这个称赞这个主管 来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目的 然后这个印象就是这个 平常这个在组织里面多帮助人家 来塑造自己这个很好的这个印象 在我们探讨到这个说服 是运用这个逻辑 事实 情感 这个各方面来获得这个接纳 说服能力这个强的这个说服者 他会考虑到这个讯息内容 讯息这个媒体 还有这个听众的这个情况 他们讨论到这个交换 这个承诺给予或这个 再提醒过去的一些利益 以交换来顺从 这个谈判是此策略的这个 必要的这个要项 在建构人际这个网络 与这个交换的影响力是这个相关的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好 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着来谈一下有关这个权利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 那么就Steven贾博士 Steven Jobs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苹果的创办人 那么最近呢 因为他去年记得应该是得了癌症过世 但是我们知道他拿着iPhone 或者拿着iPad呢 那么在做这个发表会的时候 让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惊艳 而且是大家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都要去购买这个产品 也造成了一股风潮 那个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影响 就是一个权利的 就是一个影响力 那么来让大家呢 认为他的这个东西 是有人类的一个想象 那么这是他个人的魅力 那么的一个呈现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看到呢 是影响到其他人 那么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影响力的战术 以及相关的这个权变的这个 这个影响里面 我们谈到软性影响力 比一般的这个所谓的硬性 那么影响力更为大家所能够接受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贾博士 Steven Jobs 那么就是一个软性的影响力的一个部分 那么影响力我们基本上 也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那么它影响的范围 以及它的一个方向 例如说我们应该是向上影响呢 影响你的长官呢 还是向下影响你的下属员工 或者是向旁边影响到你的同仁 那么来认同你们的想法 那么或者呢 就是企图影响那么他人的那么权力的一个基础 那么把它有点类似 那么有点抢过来一点部分的影响力 那么或者是人格啦 或者是文化价值啦 期望啦 那么等等这些呢 都是可以来影响的 那么当然年轻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年轻人都是比较具有这个活力 也比较容易的那么来影响他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呢 是有关呢 这个所谓的获取权力的那么这个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获取权力部分里面来讲 我们可以设法 那么拥有或控制 那么叫有形的这个资源 那么这个控制设法 有权力的这个资源里面呢 例如说我们有更多的什么预算权 或者我们有更多的人事权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都可以呢来获得 那么这样的话你将来就更具有影响力 那么还有呢 我们获得有用的一些资讯 或者控制资讯的来源 或者它的路径 那么取得的方式 我们来加以控制 那么例如说可以出席某些会议 或者不可以出席某些会议 或者哪些部分 那么它是知道 哪些是不让它知道 尤其像现在越来越这个所谓的民主化 当然对于个人的隐私的部分呢 那么也是要求的越来越严格 所以呢 有些资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获得或者取得 那么另外我们要建立良好的一个内外组织内部的 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你有好的人际关系 不管是在组织外或者组织内 你有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基本上你都比较 在这个组织的时候 你都会比较具有影响力 或者比较有权力 还有呢 我们尽量要善待我们的同仁 我们要对同仁好 那么让他觉得好像有点亏欠我们 人家说拿人手短嘛 吃人嘴软嘛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建立良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再来我们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专业技能的素养 以及他的生育 也就是说碰到问题 他会在找你要研究 来研商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候你就是拥有这个所谓的权力了 那么另外就是创造同仁对你的赞许 那么以及认可或者钦佩 这个是非常重要 例如说你球打得很好 你可以教他打网球 教他打乒乓球 那么他就觉得说你真的很棒 那么这个情况 他对你呢 就会言听计从的这个情形 那么还有培养同仁对你的信赖 那么甚至于移众 以及来求助于你 我想这个都是你获得权力的一种方法 当然有时候我们有良好的长相 或者慷慨大方 或者是说做人不计较 那么有道德感 那么这些呢也会获得人家的认同 那么同时也就会比较具有那么相当的一个权力了 那我们接着谈一下有关这个行使权力 这个行使权力基本上有两种 一个叫做我们讲的权力欲 领导者呢必须要有权力的欲望 或者权力的感觉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权力欲呢是运用权力的基本的意愿 我们称为权力欲了 欲望 也就是你这个欲望 你要运用它 那么怎么来处理或者解决 那么这些事情 那么权力感呢是说 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或者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种责任感 有时候就说认为这个事情你势必一定要这么去做 而有这个权力 有这个职务 有这个一个所谓的重责大任 你必须要去处理 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权力感 那基本上在行使我们的权力呢 基本上我们必须要正确地去行使我们的权力 什么叫做正确行使权力呢 就是说获得协调 然后军事 不要偏颇一方 或者让一方员工或者你的下属觉得受到欺压了 然后呢各方面的行为呢 要让你的员工是一致的 能够顺利来执行呢 那么你的一个工作 那么进而能够贡献呢 我们的组织 那么达成组织的目标 那么达到利己利他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样子基本上就属于所谓的正确行使我们的一个权力了 那如果是不当地行使权力呢 那么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利己主义 那么不顾一切的那么要为自己 那么的一个这个钱财着想 那么完全是自私 那么自利的心态 那么然后是运用他的权力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领导者的价值观 那么他的道德观 那么是不正确的 那么才会有这样的情形的发生 还有呢工作的依赖性 跟他的所谓的权力的技能呢 不相对称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他越权了 那么他不应该这么去做 或者他跨越不同的部门组织 来下达那么他所下的命令 那么这个都是不正当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形式 那么或者高阶主管呢 那么对于一些事情有了私心 那么处理一些事物上不公平 那么不正当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不当的使用这个权力的 所以呢 一个在有权力的人 一定要慎死他的权力 一定基本上来讲不可以啊 那么唯一的任意的违反 那么所谓的这个道德 或者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或者的话 他就很可能会触犯的法律 而发生了不必要的 那么一些牢狱之灾的 那么权力的行使啊 那么基本上来讲有几种方式啊 第一个我们就是什么 强制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行使我们权力呢 来要求他 在什么时间任内 那么把这个工作完成 或把这个事情结束 像布鲁塞尔最近呢 要求他在3月25号今天 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银行必须要能够 从这个存款里面扣20%等等这些呢 就叫强制的一个要求 那么有这样的权力来命令他 那么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权力就是要什么 不用权力 用什么 用理性 用理性的方式来说服 用事实 用科学的依据 那么提出合理的 那么合乎逻辑的 那么这样的想法来影响别人 再来就是采用什么 交换妥协的一个责重方式 也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呢 那么互相需要 那么怎么样 那么来达到能满足双方的需求 那么交换 那么一些这个所谓的资源 那么来让这个事情能够来完成 再来我们看到就是 向上寻求协助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像我们上市呢 要求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更大的一个权力 或者更大的一个工作的范围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寻求呢 那么上级的一个资源跟权利的 好 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 好 各位同学 好 我们接着谈一下 有关权力的一个运用 那么权力的运用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我们可以来建立联盟 也就是说当我自己 我觉得我的力量不够了 我必须呢 寻求别人的共同来协助 来帮忙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来联盟 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将组织内外的 那么一个团体或者成员呢 那么一同的 一致的做法来扩大 那么它的一个影响力 这叫我们建立联盟的方式呢 或者协同的方式 那么再次预用奖程 我想这个奖程呢 通常来讲是不轻易使用的 那么奖是比较常用 程通常来讲在使用上 是必须要很注意他使用的时机了 也就是利用这个物质了 或者是精神的 奖程用金钱呢 给奖金的方式呢 那么等等来惩罚 或者影响他人 像学校有这个所谓的品学金 有奖学金呢 那么基本上就是奖励什么 好的学生 让他去好好的念书 有相当的成绩的表现的时候呢 那么他可以获得那么这样的一个 补助的一个情况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迎合赞赏 也就是呢 给好的表现的员工呢 给他一个这个表扬 或者公开的赞赏 像我们常常利用这个所谓的教师节 那么来颁布所谓的学校的 那么所谓的机优教师 让大家能够认识他 以及认可他对学校的一个付出了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透过议会 议会各位知道了 透过议会的参与 那么地点以及议程 刻意的选择 以及安排有利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安排在洗来灯呢 那么来开个会呢 那么奖赏这些有利的员工 那么给他一份比较优惑 比较好的食物 其实呢用餐的一个环境 那么借之鼓励他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么来奖赏他 来犒赏他 那么或者甚至于我们可以呢 在安职员工扮演的 如果一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让他去 这个海边度假 到墾丁去 那么去细水 或者是三天两夜的一个 短期的一个员工旅游 那么这些都是你做得到的 那么一个所谓的权利的一个形式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原型 就是联合行动 那么处于那核心之外的这个团体 必须采用联合行动 也就是例如说你不是政府组织内 你是个外围团体 那你今天呢想要做某些事情 那基本上就必须要怎么样 要联合其他的人呢 那么创造更大的力量 那么能够那么来达成呢 那么你想要所做的这个事情 叫联合行动 那么联合行动呢 当然这规模有时候太大 你反而不好控制 联合行动呢 在一般组织里面是越小越好 不要搞太大 必要的人呢 找进来 那么来共同的表达就可以了 那么而且联合行动呢 只要表达到 可以完成它的目标 就适可而止 而不是无限期或者持续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这样可能会对组织之中 那么产生那个伤害 或者组织其他的人呢 会对你怎么样产生什么 害怕或者畏惧或者不愿意 那么与您接触 那么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谈到美国一位学者 叫做Thompson 那么他认为啊 那么权力的运作 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策略 那么我们在这边 给同学整理一下 第一个呢 策略就是叫做定约策略 定约策略就是两个团体 为未来交换控制 及互动的保证 所做的协议者 我们称为所谓的定定策略 定约了 也就是我们要定一个约定 那么来告诉双方 那么彼此之间要互相的 那么来资源来合作 那么这种呢 也是一个权力的 一个运作的方式 避免呢 有一方啊 这个所谓的突然呢 那么没有信守承诺 所以有时候 我们觉得口头承诺 是不够的 所以就必须要白纸黑字 那么打定一个契约啊 那么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再就是严纳策略 就是吸收啊 那么异议者啊 或者是新的成员 作为避免破坏啊 那么团体的稳定性的一个手段 也就是呢 这个人呢 可能在外面的不断的放话 对组织造成伤害 那么因此反倒不如呢 由我们组织把它吸收进来 那么变成我们什么 变成我们的组织中的一部分 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水浒传啊 那么基本上最后也被政府啊 那么说接收了 变成了一个部队了 原来你是个异议分子 那么今天我把你收归了 变成一个组了 这个就解决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再来就是联合策略 联合策略呢 最主要是减少不确定性 有两个以上团体呢 联合或共同经营的方式 那么来决定 那么这个很多啦 例如说我们这个 在一般的企业组织里面 那么交叉持股呢 那么共同来拥有 那么一个公司 这个都是常有的现象 所以呢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像Sony一律性 原来一个Sony 那么德国的一律性 两个合作叫Sony一律性 像这个情况之下 就叫所谓的联合的策略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再来看到呢 组织啊 那么基本上之间 权力的行使啊 有三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 团体应付不确定性的 程度的能力 也就是说呢 你到底你现在也出来 跑出个东西 你到底能不能应付得了 还是应付不了 那么如果你这个觉得 有点worry 有点这个顾忌 或者有点困扰 那势必你就必须啊 要去怎么样 跟人家啊 那么如何来结盟做处理的 另外呢团体也可以从其他的 所谓的来源呢 取得另外一个团体的 帮助活动啊 或者是资源的一个程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因素啊 那么决定你在权力中的 一个行使的一个情形 在呢个体 以其他的互动团体之间 彼此依赖的重要的一个程度 到底是多少 那么如果说你依赖程度低 那你就比较好行使 如果你依赖程度是高的 那你基本上你就受到 那么他的一个牵制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权力的行使 你必须考虑到 你周遭有多少影响你的人 那么他是不是 那么赞成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的权力有没有受到一个约束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的一个发生了 现在我们看到呢冲突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在上一讲所谈到这个冲突 冲突是组织权力运作 所产生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也就是说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呢 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冲突了 如果两潭死水 当然就不会有冲突 因为是冻的期间 必须发生了摩擦 那么才会产生所谓的一个冲突 那么因此在我们讲的 共享这个资源稀少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么冲突更会加剧 更会加剧 以至于有权力介入的可能性是更高的 当然这个如果这个资源是非常非常有限 而大家都想要去获得的话 我想这个基本上的 这个权力的运作就相当的激烈了 毕竟那么它是相当稀有 或者是小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接着我们给同学讲一下 要运用这个权力啊 基本上有几个方式 有个模式 同学有几个地方要去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呢 运用权力的这个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考虑你的目的 你要考虑你的对象 是年轻人呢 老人呢 妇女呢 那么学生呢 是大师学生 还是大一学生 还是专一的学生 专武的学生 那么还是空院的学生 那么这些呢 都有什么 不同的对象 你必须去考虑 如何来运用你的权力 还有呢 动机 那么以及我们讲的态度 以及我们讲的协商谈判 冲突的解决 这些都是要考虑不同的情境啊 那么去做调整的 而不是那么一层不变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情况 所以呢 环境因素的不同 那么权力的关系的运作 也基本上是有所差异的 那么这个情况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 就是应用条件的 那么权力的一个模式了 那我们从这上面来看呢 如果是一个专业的分工 那么基本上它的依赖性 是会比较强的 因为它有专业性 那么它的目标 或许是分歧的 那么环境的因素 可能会造成它的分歧 或者是它技术理念的改变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 这边有个重要就是 资源的稀少性 会造成内部的一个冲突 那么可能会我们产生 所谓的组织政治力的介入了 那么当然我们要看 事件后果的一个严重性了 等等这些呢 我们再来看看条件 你必须要去考虑 那么这么多的条件 那么如何来做一个适当的运作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同学 介绍到这里 那么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